大早外頭飄的小雨 安樂區婦女會姐妹們來到環保局 二區隊中校班送上湯圓 慰勞辛苦的清潔隊員 我們中校班的所有的同仁 是非常辛苦的舉辦我們所有的大型家具 或者是過年前所有的資源工作 還有我們清掃安樂區的大街小巷的清掃動作 都是由我們中校班在這邊協助在處理的 所以說實在的我們婆婆媽媽姐姐妹妹 最愛的就是我們這一群的中校班的同仁大哥們 因為只要一通電話他們就會過來幫我們協助很多事情 尤其我們各里的里長因為我們安樂區太大里了 有25個里 所以這25個里長只要跟都常常有事情 就要來拜託我們中校班的所有的這些大哥們 來協助我們的清掃清潔跟搬運的 其實講真的垃圾因為住戶都在換嘛 都在換一些新的家具或者是新的衣服啊 通通都搬出來了 看到清潔人員真的很辛苦 一大早6點多我看他們的車子環保車就在收家具 讚給你們一個讚 環保局二區隊中校班 負責安樂區一半以上環境的維護 安樂區婦女會特別送上湯圓表達感謝之外 也特別前往國家新城公車處分站 慰繞辛苦的公車司機 安樂區婦女會的姐姐妹妹 是特地來感謝我們這些公車司機們 平常這樣子對我們那個老弱婦孺 上下車的這樣子的關懷關心 所以特地來在元宵節前戲 也來表達愛心 來製正我們元宵給我們所有的 安樂區的公車司機 婦女會這一項元宵送湯圓活動 從前會長鄭林清涼開始 市議員鄭凱林特別送上湯圓 向辛苦的公車司機和環保局清潔隊員 表達最高敬意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什麼 time will come too 多來外面把都出來吧 多 č人 家族 台灣總比堂